主动捐赠都不收的东西 最后发现竟是无价国宝 1971年 内蒙赤峰市17岁的张凤翔正在果园挖坑 突然铁锹碰到了硬东西 将土扒开 是一块光滑平整的石板 他连忙用手往下扒 竟露出了一个碎石堆的石洞 随后从中摸出了一个冰凉的东西 第一感觉是个铁的钩子 想着废铁也能卖一毛钱 还能给孩子买糖吃 就带回了家 回去后张凤翔把这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也没有看出是什么 就把铁钩子扔院子里了 打算空闲时去卖废铁 张凤翔有个六岁的弟弟 整天在院子里玩 父亲在照看他弟弟时 又看到了铁钩子 就找了一条麻绳绑住 让孩子在院子里拉着玩 慢慢铁钩子外边的脏东西被磨掉了 父亲发现这不是铁的 而是玉石很有可能是文物 随后前往嗡牛特级文化馆主动上交 谁知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也没见过 以为是件普通东西 翻了个白眼就拒绝了 张福心想 既然文化馆不要 不如改成烟嘴吧 结果 工匠已不是白玉为由拒绝了 父子俩又跑去文化馆 这次他直接找到馆长 执意要上交 王馆长对他们无私奉献精神 很是感动 就自掏腰包拿出一个月的工资30元 奖励父子俩 不过即便被文化馆收藏 这件东西依旧没有得到重视 反而被锁在了普通的柜子里 直到1984年 红山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 在一座5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发掘出很多玉器 消息传到文化馆后 负责人想起来十多年前征集到的那件玉器 便连夜坐火车前往北京 请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炳奇先生鉴定 苏炳奇兴奋地告诉他 这是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 可称为C型龙 在国内是首次发现 也是中国有迹可循的最早龙情 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龙 还把以下朝开篇的中华文明史 向前推进了一千年 绝对的国宝及文物 而主动上交的张凤翔 一直没机会了解玉龙的最新情况 直到44年后的2015年 受博物馆的邀请 张凤翔终于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看到了自己亲手挖出来的C型龙 此时已是国家一级文物 无价之宝